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到了日期 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 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现在写信给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第一章一到四节是整卷书的开始的四节经文 那么在新约书信里面 经常第一章前面几节经文呢 就会把这一卷书的重点做了一个提纲窃领的叙述 提多书也不例外 那么第一到第四节呢 作者保罗他就提到 靠着信心透过真理要将对永生的盼望告诉提多 于是呢 提多就可以经历这个真理的教导之后呢 那后面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 还要提多来侍奉这位主 那怎么个侍奉法呢 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会继续的提到了 当然一到四节提纲窃领的 因为我们看见原来这一卷书提到的 就是作者保罗要栽培提多 让他知道按照神的真理 怎么样去做好提多侍奉的角色 那么提多是一位牧者了 他怎么样在牧者的角色上做好呢 那在第一章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呢 就提到保罗告诉提多 作为一位牧者也需要培养教会的领袖 就是后面经文所提到的长老啦 或者监督啦 有的人觉得长老和监督是同一个职份 那有的人觉得长老是长老 监督是监督 其实这两者的分别也没有这么明显啊 我们可以统称这是教会的领袖 那教会的领袖 当然后面的经文 各位回去读就很明白地教导了我们 必须要有和神心意的标准 这个标准可以分成在道德上 要和神的心意 在个性上和神的心意 更重要的是在真理的认识上 也要合乎神的标准 于是这些长老们或者是监督们 就可以侍奉主 而且呢还可以将纯正的真理 教导其他人 这样子一看啊 其实已经教给我们好几个重要的功课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提到做教会领袖的标准 很直接的 在第五节到第九节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第二个重要的功课了 要把整段经文合在一起 就看出一个教会成长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怎么样带领跟随者 或者说门徒的原则 譬如一开始作者提到 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 于是这位仆人使徒保罗 就要将他所领受的真理教导提多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的传承了 由保罗教导提多 由保罗传给提多 不过不只是要提多明白哦 他还要继续教导提多 培养教会的领袖 于是提多就把他所了解的学习到的真理 培养教会的领袖 长老监督 于是这些长老监督 从提多的身上学到的真理 纯正的道理 就要把这些纯正的道理呢 交给其他人 这样子的一看啊 我们就看见真理传承在这段经文里面 已经看见四个层面的传承了 是吗 保罗传给提多 提多传给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也要继续传承给更多人 那教会就是因为这样 真理的传承 一波接一波 一个接一个 或者说一代接一代 于是教会就从初代教会开始 直到如今 两千多年了 因为神的真理有传承 于是神的教会就会继续的承接使命 求主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个重要原则 那就是教会能够传承 是因为真理继续传扬 愿主带领 让我们都成为这个真理传承过程之中 其中的一份子 愿神使用你 祝福你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